這個集結都是非法集結 你亦都是要付上有關的刑責 所以我勸喻你現在離開 臨危立馬 再看看自己手機加入雀群組 未來這五年 你是不是真的想和這些人失去聯絡呢 如果你坐牢的話 你不可以再聯繫這些人 如果非法集結 你出來的時候是五年後 如果你又進行過刑事毀壞 會是十年後加上十五年 再如果參與過報道 二十五年後 你數一數吧 二十五年失去了多少光陰 今年是2019年 我們不如數回二十五年前吧 一九九四年 當時不要說4G、5G、3G都未有 互聯網亦都未流行 二十五年後是一個什麼世界 你就是願意為了今晚的一個 強出頭而失去接下來25年的光陰 我問問你 我問問你 更多精彩 見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